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景区预约 前不久有网友反映 说在湖北某一个景区游玩 从早上七点钟排队 排到了十一点 这现场太拥挤了 游客是大喊要求退票 随后景区就回应 确有此事 已经为游客全额来退票 就在同一天 四川某景区也是因为车辆太少 游客太多 导致等车太久 游客也是大喊退票 现如今 旅游预约已经成了常态 但一些景区还是出现客流量严重爆棚 这就表明预约制度还需要更完善 更细化 专家表示 判断景区的最大承载量 你不能单看它景区能够容纳多少人 还要综合考虑它的接待能力 就包括游乐设施的周转率 还有接破车辆的承载量等等 只要有一项指标偏低 那你景区的限量就应该相应地下调 此外 这些景区的预约 它是以天为单位 没有细分到具体的时段 但虽然从全天来看 游客总量没有超过规定的人数 但在某一个特定时段 它就出现了扎堆的现象 所以 实行分时段预约 那才能够有效分流 当然 除了完善预约和限流机制 还需要主动开源 就加强全域旅游开发 通过对区域内相关旅游资源 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的整合 为头部景区来分流 要我说 景区挤 挤到游客喊退票 那就需要在预约制 更科学 更细致 好 继续回来 前面就往上一段视频引发关注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 某品牌的鲁酸菌牛奶被直接倒 倒入高渠中 倒完手头的还不算完 这背后啊 还有一整面墙的这个牛奶墙 等着呢 被倒掉 据介绍 世事饮品是某选秀节目的合作方 观众购买牛奶 扫描二维码就能为喜爱的选手来投票 而这阿维码呀 在瓶盖里边 于是呢 就出现了这种夸张的浪费行为 只要瓶盖 不要奶 就成香成香的这样倒牛奶 显然 厂家与这个选秀节目合作 目的呢 就是靠着这个粉丝经济啊 来卖产品 提高知名度 他们把选手出道粉丝投票与卖产品三者呢 捆绑在一起 最终收割粉丝的钱包 而粉丝呢 他注重的是这个投票的功能 并不是想要喝牛奶 可谓是现实版的买毒还出 有专家表示 像这样诱导粉丝买东西应援的做法 那已经涉嫌违规了 根据相关规定 在综艺节目中 不得出现设置花钱买投票的环节 不能刻意引导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方式 来为选手投票 最近 反食品浪费法正式通过 这种一箱一箱倒牛奶的做法 那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 值得反思 选秀节目应该科学设置比赛环节 正确引导粉丝 那才能发挥正向的作用 你利用粉丝追星过度来捆绑销售 这种做法应该消停消停了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五一假期也是结婚的旺季 这婚礼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喜事 每一对新人都想要追求一个仪式感 于是网上的各种爆款婚礼 就成了他们参考甚至照搬的对象 你比如之前这个飞行投杀特别火 有飘逸的白色投杀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最后落在新娘头上 这女生一看到这个画面直呼太浪漫了 于是在很多婚礼上 这飞行投杀都成了标配 再比如这个婚礼仪式结束后 关掉灯光 现场观众打开手机的这个手电筒 当做荧光棒 像演唱会那样拍一张大合影 这个仪式感也被很多新人用在了婚礼上 除了婚礼 你将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婚纱照的拍摄到喜堂的包装 从婚房布置到迎亲游戏 就连新娘子做的美甲都有所谓的婚礼爆款 有人就开玩笑说呀 现在这个年轻人婚礼啊 也长成了网红脸 你以为这仪式感是满满 其实呢 就是一些爆款的拼拼凑凑 而且呢 有些爆款 那就是商家呀精心制造出来的 比如有婚戒品牌 每当有新款发布的时候 他就在各大平台来投放 找一些网红博主进行营销带货 目的呢 就是要把它打造成爆款婚戒 今年五一 电影《你的婚礼》受到关注 本来嘛 婚礼怎么办 你自己喜欢救星 但当婚礼也越来越网红化 新人也不妨好好地想一想 这究竟是你的婚礼 还是商家的套路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说现如今啊 这个宠物的医疗保险 逐渐走敲 颇受养宠人群的青睐 那广告宣传呢 特别吸引人 说低保费 一审核 零自负 病种全覆盖 让这个养宠人士呢 痛快地就购买了保险 但到了要申请理赔的时候呢 却发现那真叫一个坑多多 那有的保险公司呢 要求你啊 提交各种材料 但最后呢 又有不同的理由啊 来拒绝你 另外呢 宠物身份验证比较难 也常常成为理赔难点 有些宠物啊 它长大之后 它那个外形啊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保险公司呢 要求你证明这个宠物的身份 否则呀 拒绝赔偿 更值得警惕的是 一些小程序 它推销所谓的 宠物医疗保障服务 但实际上呢 它不是真正的保险 而是利用模糊话术 打保险的插边球 你客户想要维权 都找不着人了 目前市面上的宠物保险 更多的是为了引流 积累客户 真正能满足客户需求的 保险险种并不多 夜店人士说呀 相关部门就应当出台 统一的宠物医保规范 保险公司制定完善的 保险条款 咱宠物主人购买保险的时候呢 应该仔细地甄别 选择正规公司 这样宠物保险 才真能为宠物健康 保驾护航 接着来说 节目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最后一班航班准备起飞 这个时候呢 机场接到了求助 原来是一名七岁的男孩 手臂被拖拉机脚断 需要送往乌鲁木齐 做接臂手术 医生说 这手术啊 必须要在六小时之内完成 否则呢 细胞坏死就无法治疗 于是 一场生命接力赛开始了 为了最大程度争取时间 这有关方面 进行了周密 又人性化的安排 这男孩一家 他没有买机票 机场就进行协调 开启了绿色通道 用担架把孩子送到客舱 帮他们办好了机票手续 同时呢 这个机舱工作人员 也紧张做着准备工作 协调其他旅客 为男孩一家呀 留出了足够空间 准备好冰块等等物品 十多分钟后 航班顺利起飞 到达乌鲁木齐后 警车开到 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 进行手术 手术是非常的成功 现在这孩子正在康复呢 从男孩一家人赶到机场求助 到手术完成 在这场紧张的接力当中 机场工作人员 航班机组警方 以及医务工作者 用高水平的职业素养 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 完成了生死实数的抢救 这背后是服务的温度 是社会的温情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上海街头游人如知 游客的上方一位老人 在阳台上静静地观望 这还真是你在这里看风景 风景里的人在看你 古生物学家意外发现 贵阳机场的洗手池 布满了四亿多年前的画师 也正因此他成了网红打卡地 有人调侃 这应该是史上 最凡尔赛的洗手池了 好 接下来是党史天天读 这是一张中共临时党员证 内页写着使用人的信息 印着使用规定和战时党员守则 外页有十四个红色大字 全心全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 这张党员证属于华东野战军部队的 沈华庭 1947年在华东战场上 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 为了避免伤员因部队转移 失掉组织关系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就专门印制了 临时党员证 要求党员参加战斗的时候随身携带 他不仅能证明党员身份 而且凭此证 可以在后方医院过临时组织生活 不中断学习 沈华庭在华东野战军当中担任连长 先后参加过苏北战役 鲁西南战役 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这张临时党员证 一直陪伴着他 他始终牢记战时党员守则 进攻在前退却在后 在一次战斗中 他与战友组成赶死队 炸敌军碉堡 退休后 他念念不忘老区人民 多次捐款资助贫寒的学子 2007年 沈华庭的女儿将父亲征程的党员证 捐赠给毛山新四军纪念馆 这薄薄的一张纸 镌刻了一名战士 出生入死 为人民立功的燃情岁月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位医生 5月3号 他到白云山游玩 在登山的过程中 突然听到有人呼救 也没多想 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原来是一位老人突发疾病 晕倒了 他迅速实施抢救 十几分钟后 老人醒了过来 之后 他一直守在老人的身边 等到救护车赶来 他再默默离开 没有留下姓名 这位医生做好事不留名 感动了很多人 很快 媒体找到了他 原来啊 他来自河南州口市 妇幼保健院 叫赵一平 警区呢 找到这个赵医生 送上了感谢信 同时承诺 他可以终生免费 游览白云山 对救人 赵医生认为 不足挂齿啊 他说 救死扶伤 是然医生应尽的义务 无论在哪里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站出来 要我说 赵医生的医德人品 那真的是 堪称医品 好 欢迎回来 这现如今啊 高速运转的都市生活 让亲人陪伴 成了稀缺品 于是呢 各种陪伴类的岗位数量 就不断地攀升 什么陪孩子上补习班 陪老人旅游 上门给宠物喂食等等 职业陪伴师 逐渐成为了一个新型职业 你看春晚小品 终点宫 有一句台词 在陪我落十块钱的 那现在啊 陪伴的收费标准 从每小时几十块钱 提高到了百元起步 陪伴经济呢 成为前景广阔的 蓝海市场 有调研显示 说将近百分之六十的人 会为了排解孤独啊 来花钱消费 当然 新型行业走向成熟 还需要建立一个行业标准 制定科学的评价机制 以及呢 管理措施 作为职业陪伴师 也应该要有相应的知识和职业技能 你比如啊 陪伴老人 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和心理知识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你陪伴孩子去上补习班 不仅要保证往返途中的安全 还需要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学习上的问题 再比如陪伴旅游 陪伴跑步 如果有导游和健康方面的知识 那陪伴就更高效了 另外一方面 这陪伴呢 也意味着是近距离的接触 那么如何保障受服务者 消费者的安全 就必须要重视了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呢 有严格的审核机制 陪伴师的身体健康状况 是否有犯罪前科等等 同时呢 还要保障消费者 有明确的投诉维权渠道 这样职业陪伴师才能够常伴你左右 好 继续回来 最近全国体育舞蹈公开赛 拉开了帷幕 图片上这位选手 他来自浙江义乌 五十多岁 十一名环卫公 人们都称他为是武王 环卫公 武王 这接跨得让人瞠目结舌 这呢 得从七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他有点胖 想要减肥 于是呢 就在业余时间呢 跳广场舞 结果呀 这一跳就不可收拾了 越跳越好 越跳啊 越喜欢 2017年 他参加了全国交易舞大赛 是一战成名 之后呢 他就开始频繁参加各种舞蹈比赛 拿奖啊 都拿到手软 成为武王后 他本可以换一份工作 当一个舞蹈老师啊 但他却不肯 他说呀 作为这个环卫公 每天舞动扫把 让他很有感觉 树叶和灰尘 仿佛总在提醒他 即便人生平庸无奇 但只要坚持做好自己 就可以快乐无比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为旅人啊 这指的是五一原本计划好了 要旅游 结果呢 因为各种原因 泡了汤 未能如愿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 有八万人呢 转卖这个旅游商品 就包括演出门票 展览门票 自助餐券 还有防晒霜 还有沙滩裙等等 他们取消旅游计划的原因 是各不相同 但同样都令人心碎 排在第一的呢 就是加班 因为不想在沙滩上做PPT 所以忍痛转让 还有临时通知要值班 所以三折转让 此外 被朋友放鸽子 还有和女友分手 还有老婆不愿同去 也是这个旅游计划 夭折的元凶 虽然旅游去不成了 但好消息呢 是这一波二手转卖啊 成交率特别高 因为五一补偿市旅游啊 各种门票都供不应求 转卖呢 就成了别人简陋的机会 为旅人 有人就开玩笑啊 你去不成的五一 成就了我的五一啊 好 接下来 咱们来说一说 雪糕挑战 五一期间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推出了两款青铜面具雪糕 很受欢迎 每天啊 能卖出好几千根雪糕啊 而且呢 一两个小时就抢空了 看到这一幕呢 四川其他的景区啊 博物馆呢 坐不住了 说我们也有雪糕啊 花样更多 有熊猫的 脸谱的 宝塔的 马匠的 等等 就这样 一场雪糕挑战开始了 那各地的景区啊 博物馆啊 都拿出了各家的独门雪糕 你像 北京代表队 有长城的 瑞寿的 荷花的 红叶的 我们再来看看 浙江代表队 有许仙白羊子的 有三坛印月的 还有杭州运河的 下面要重点说一下 咱江西的 藤王阁雪糕 因为它这个技术 含量高啊 首先 是这雪糕棒上 刻着千古名句 落霞与孤舞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游客吃完雪糕啊 可以把这个雪糕棒棒啊 当书签 用来收藏或送人 另外 这雪糕还保留了 藤王阁一项建筑绝技 就明三暗七 就是从外面看是三层楼 其实里边呢 有七层 不少人就感慨 这还真是小小雪糕 大大文化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